新人參選的困難在哪裡 錢 知名度 還是經驗 萬華區的市議員候選人 許漢雲是今年最年輕的參選人之一 但也擁有最棒的經歷與背景 台大政治與社會系雙主修畢業 一畢業就從事政治工作 還曾到美國華府進行政治實習 相較於我這個建中台大都沒有畢業的人來講 他的學經歷真的是完美到一個不行 也不到完整吧 我只有16歲而已 我只有後面有這樣畢業兩個字 就你的學經歷擺起來才快好看啊 他是什麼阿棒跟幫忙 你選舉只剩最後兩個禮拜 對啊 你實際上大概覺得 你是在政治選舉當中花多少錢 付到一百 付到一百 我募到大概八十左右 喔你也有付到八十 我募到八十 然後我希望花的錢 你不要超越年輕 因為我不需要付價 那時候選舉 我開的條件就是我們不要付錢 你有代管嗎 我沒有代管 八十萬競選新費 大概人事成本就佔了一半 所以漢雲租不起辦公室 就發揮創意 在市場裡租了一個小攤位 所以其實你也是選的蠻辛苦的耶 你看我們就是在這種 一平多的地方在選的啊 那所以你這一次的競選經費 大概八十到一百萬之間 最主要的錢都是花在哪個地方 人事費 人事費 因為我們都在打一場 知名度的戰爭 我想你第一次出來選應該也理解 就是大家其實 平常都不會關心誰出來選 頂多就知道 喔市長有誰出來 然後總統有誰出來 可是縣市議員院是多幾次選舉 根本就不知道有誰啊 就是想說亂成一片 可是記不住誰是誰這樣 然後所以那時候 花最多的費用 就是在發面紙 穿單 明片 海報 我們在訪談前 一起吃了漢雲推薦的蛋包麵 來自高雄的實習生冬葉說 這是他第一次在台北吃到好吃的東西 好吃齁 都很滿意 而且小碗也太大碗了 對啊 所以就覺得小碗吃不過 一定都點大碗 然後花太大碗了 萬華是個好地方 漢雲帶著李翔 在這裡蹲點三年 但是當選之路的終點 仍然非常的遙遠 就算只有1%的勝選 可能也要100%的離區 我們盡量每一天的行程 都把它開滿 離開漢雲攤位時 我們看到他攤位旁 有兩個里長的競選辦公室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感覺對不對 每個 都是漢員的好幾輩大 我們南下到高雄 來找另外一位議員候選人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高雄 這邊就是上次沒有講完 沒有話沒有講完的 柏維齁 今天我要說台語嗎? 好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我是要說 今天要介紹 你說這條路 現在是高 我告訴你這條叫做 叫做 叫做 這是高通的鑑鑼 就是它是 東邊是鳳山 西邊是基林古山鹽甲 鑊 這些文化鑑 所以這條路 有很多人來出列 當然民主路 也是南北的高通鑑鑼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 這個路口是 是全高峰 最多車廠經過的地方 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裡有很多工廠 可以說是 如果你不在這裡看工廠 人不知道你有出來算 柏惟是高雄三明區的市議員候選人 因為犀利的評論 與流利的台語口調 而在近期受到媒體阻誤 你會站在上面嗎 對 我會站在上面 可以來這裡 你知道花多少錢嗎 五萬 每一個禮拜就要修一次 三千塊幾條 資源一樣少 蹲點半年 從早到晚都在街頭敗票握手 最近又頻繁的上了許多政論節目 比起漢淵 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有有有 謝謝 謝謝 那你有看過他嗎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很好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有 好出成績耶 年輕人有認識你耶 而且他們願意主動支持你 欸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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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為台灣人說話 謝謝 謝謝 這真的非常親密 我早上看你幾個 真的嗎 一 二 四 高雄三明區有34萬人 就算每天見到一千人 半年下來也不過二十萬 考慮到重複的可能性 也許十萬不到 而這十萬人 有百分之十會投給你嗎 有些人會覺得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人 其實 當在政治我們投票率 畢竟它是只有六成多七成 所以表示說有三成人是完全不屌的 那剩下六七成裡面 他每個人參與程度又不一樣 是 那其實我們大家每個人去供的 應該說想要拿的票的來源 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 我不擔心 我不擔心 新人參選聽起來很有理想 但是沒經驗 沒資源 為什麼別人要投票給你 其實我覺得都會用一個 買蘋果或是買橘子的比 因為剛好我們在市場 就很多婆婆媽媽都會說 我每次來菜餐來水果餐 我都會想要挑最好的 可是如果你每次只有一個選擇兩個選擇 你怎麼挑到那個最好的 就我覺得一定要讓新人上來就是這樣 不管你有沒有嘗試過新蘋果的口味 你都要至少有那個新的選擇 才有辦法嘗試看看 沒有 我相信專業 你真是他也是一個專業 我們對政治的理解 本來一開始會覺得說 我們講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專業 那你後來會發現說 我講出想要的東西 在需要跟別人協調 那兩個人之間的協調 到一個組織的協調 到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協調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政治 你會從本來你想要 升取自己的權益 或是講出自己想想的事情 這麼單純 一直到你會去顧慮人家的心情 一直到你要去顧慮 國際之間的事情 這個東西就是學習的過程 如果你不喜歡救政治 你覺得台灣的現況不好 繼續把台灣託付給那些舊人 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所以我認為 我必須要站出來 做一個民主開箱 我想要用我的鏡頭 我的行動 給大家看一看 台灣的民主政治 到底長什麼樣子 而這也是我這一次 參與選舉最大的一個目的 我希望讓政治可以重新 回到一般人的生活當中 而不再覺得 只是一堆政客的說謊而已 如果你寄望一個機會 那就試著相信一個 不一樣的人 一堆政客的說謊